有內地傳媒報導本港上個月 再發生內地平價團懷疑被迫救密的事件 攝氏珠寶店位於長沙灣 星期一 五一假期的最後一天 仍然繼續有旅行團前來 有海關人員在店鋪外面向旅客派發單張 提示旅客要貨給三家 我們有同行的好像說他有要求他買多少多少錢的東西 只買三千多要求他買四千多吧 那他怎樣 他買了 報導說事件發生在上個月下旬 來自四川的十一個旅客 以每人380元人民幣 經深圳的旅行社報團 參加港澳中山六日遊 團友到港之後一度被困在珠寶店裏面 強迫消費至少1500元港幣 團友表明拒絕買東西 給一個香港男導遊辱罵 沒收身份證甚至打頭 而在旅遊巴上 團友又被要求購買鎖匙扣等紀念品 據報團友當時曾拍下多張相和短片做證據 但被導遊硬刪除 報導說團友曾打去旅遊業議會投訴 但沒有人聽 報警都打不通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說 投訴熱線朝九晚十二運作 對旅客說法覺得奇怪 而報導所說的香港接待旅行社和導遊 不在議會的登記名單上 他也建議旅客可以直接向海關投訴 我是NTV東網電視新聞台 不得 《出席的街頭切信》 超級別的銀行社和導遊